很無助 所以才用盡各方面的方法求助 所以我們現在都非常旁和 所以都很希望這件事盡快解決 梁先生本來以為用錄錶抽籤 買到第一個六字居項目 位於新蒲江的景泰縣單位 就可以有個安樂禍 誰知單位不敵第一個風貴 牆身和天花都滲水 資深的驗樓師實地測量之後 就發現滲漏的原因 所以這個單位本身來說 最少有三個位置 三個位置發現滲水 有兩個我相信和外牆滲水有關 第一個是和窗邊滲水有關 其實單位有三個位置滲水 即水是嚴重的 針對滲水的問題 房署就以俗稱打針的防漏灌張工程去處理 不過賴達明就認為 做法未能夠根治問題 基本上這些情況滲漏 其實這些情況滲漏 其實跟外牆滲水是有關的 所以變成如果打針來講 其實就未必要徹底處理這個問題 而事實上最理想 就是在外牆找回滲漏的位置 做一個防漏工程去處理好 其實業主梁先生 都不滿意房署的處理手法 這次滲水不單止延誤了裝修 根據規定收漏之後兩個月 就要交還公屋單位 否則就要交三倍的租金 而新樓又要開始供款 面臨兩面的夾擊 他就希望房署能夠著情處理 黃大仙區區議員雷啟年就說 屋苑內有多個單位出現滲水問題 他批評房署未有做好監督 房署承認接獲七個單位業主的損壞情況報告表 已經為所有滲漏的單位打針 最快下星期為涉事單位作詳細 和全面的堪測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